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眷村的市场里面 他们有用竹子搭了一个戏院 那我常常都是吃不完饭 我妈妈去收碗筷我就溜了 然后回来就是睡觉时间 所以基本上不做功课 所以常常被罚贵 因为我其实因为很年轻 就一直对电影兴趣 读书的年代也就是有一点点 李永浅都看电影看掉了 所以我去实习的时候是什么都做 那时候在拍一个叫《简桥音乐传》 他们安排我的重要工作就是停飞机 我是用两根棍子把飞机停下来 因为它每次飞机一转完以后 就会在空中 因为都是钢死掉的嘛 那时候薪水很少 平常人大概六千块到八千块一个月 那我一个月是两千块了 那我也去做水利零食工 用这个周边的收入来维持 因为跟火岛拍《童年往事》 体会到它所谓的味道 它所谓的气味是什么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在找怎么样 可以把它说的意思 用我的光影传达出来 拍《连连封城》的时候 这一天我们正好是一个意外 因为正好是台风天要来嘛 我们就早收工了 然后就看到很远的那个光 跟在那个九份那个山城 从云端云层里面透过来 所以我把所有的镜片 镜头准备好在那边 然后一直等回来 但它进来的速度时间都不知道 而且很怕它可能就不见了 那个是大概那个年代 第一个人那么大的 可以拍四百尺拍一个空镜 在我看画面的时候 那些往事都会历历出现 每个东西 我自己拍的每个片子 其实都刻苦铭心 都很揪心的 工作其实是一种痛苦的过程 如果那么容易轻松的话 那你喜欢这个工作的意义不存在 有点忠엿 会儿统呗 我们 ademen Community